今天玩得高不高兴 很高兴 谢谢你这么陪着我 傻瓜 我不陪你陪谁啊 你到了 那走吧 我送你回去 我送你回来 你又送我回去 我们这样送来送去的 怎么回家 那你就赶快嫁过来啊 这样我们就不用 跑来跑去的了 去 好了 回去睡 明天我再来看你 明冲衍 其实我很喜欢喝豆浆的 好 我下次试试看 我明明看过他喝豆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玉将军 见到您太好 张牧将 你怎么来了 前两天 您不是在我这儿定了个玉筒吗 其实坐的时候 其他地方坐的都是一模一样 只是因为没有这个红漆 所以啊有些花样就没事 今天早上我已经给补上了 对了 有个事我忘了跟明先生说了 这个红漆啊在他没干之前啊 他不能沾水 这一沾水就会掉色 跟你说也是 这么说 他知道我定玉筒的事 是 玉将军 玉将军 好了 你早点回去吧 我会转告他的 是 来 他不喜欢喝豆浆 又知道我定玉筒的事 难道 真的跟我想的一样 玉大人 就在这儿 这段时间 一直没有人来看过他 自从他昏倒之后 除了每日两餐之外 没人开过这扇门 明大人没来过吗 没有 你明冲演的性格 他的亲哥哥在这里 他怎么会不来看他呢 他现在昏倒了 你又办不了案 这儿闷得慌 不如先出去 小的给您准备了一些酒菜 不用了 我想仔细查一查 他身上有没有别的蛛死马迹 你先下去吧 是 行 奇尔 小时 先生 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们搜购了上官昊的家 并没有发现任何通敌卖国的嫌疑 倒发现了另外一堆东西 是什么 你看看 是他忠君爱国的决心 他还有如此情怀呢 诗里面写的 他好像很恨变赛 我派人查过了 他的父亲是跟边塞打仗的时候 战死在沙场上的 母亲也因此殉奖 照你这么说 他不可能帮边塞做事啊 是啊 说他未明白 他是皇上身边的一等侍卫 前途无量 边塞就算再厉害 那么小的一个部落 又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优待呢 说他为钱吧 上官昊的母亲 是江南首富之女 他们家的钱 他几辈子也花不完 而且 他一直都有 为父亲复仇的决心 所以我想他 根本就不可能是边塞的戏座 这样一来 我们之前所有的推测都不成立了 而且皇后娘娘也出面说 这些都是她的安排 总不会皇后娘娘也是边塞的戏座吧 当然不会了 你可别忘了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明崇衍的口述 可皇后娘娘并未参与其中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 我们应该再去听雨萱看一看 彩蝶郡主和上官昊的关系 一定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裴将军 裴将军 贺兰掌司 我们来看看彩蝶郡主的遗物 处置得怎么样了 是 彩蝶郡主的东西谁拿走了 回将军的话 娘娘说 郡主年纪轻轻就已经去世了 家人一定会很伤心的 所以就命人 把郡主所有的东西 都赏给了她的家人们 原来是这样 裴将军 这里的东西 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吩咐 奴婢就告退了 等一下 你拿着什么东西 是郡主生前的绣活 绣活 你刚才不是说 所有东西 都送给了她的家人 怎么还有绣活呢 这些绣活上面绣了龙纹 寻常百姓家是用不得的 奴婢也正想请氏娘娘 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置 龙纹 她怎么会绣那么多龙纹呢 奴婢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不知道娘娘愿不愿意听一听 你尽管说吧 奴婢怀疑 采迪郡主喜欢的不是上官号 而是皇上 你尽管不愿意听一听 娘娘请看 这些绣片或大或小 有的可以做外衣 有的可以做内袍 倘若不是倾心相爱的话 怎么可能里里外外 都兼顾得到呢 本宫真没看出来 这丫头居然有这样的心思 可是 如果说她真的喜欢皇上 又怎么会做出这些 大逆不道的事呢 娘娘不要忘了 爱的另一面就是恨 爱得越深 恨得也就越深 皇上先有了娘娘 后有了臣妃 郡主求而不得 被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有道理 这件事情 又要重新查起了 可是 要从何查起了 明重眼 娘娘请想 倘若我们的推测 是正确的话 那明重眼告诉娘娘的 就必然有偏颇 那这么说 她的动机是什么 绝对值得一查 那这件事情 就交给你们处理了 是 重眼 这么早 你以前不是说 早睡早起 人比较精神吗 当然 现在练这么基础的法门 这可不像你呀 温固而知心嘛 你以前都说 你的戏法是独一无二的 你不会练这些 大家都会的 那只是在人家面前吹牛的嘛 不知己知彼 又怎么能应人家呢 明重眼从来都没有让我早睡早起过 也没说过他的戏法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 你是假的 看来我的调查还是不够细致 终究还是被你看出来了 如果我没说错 你是明重眼的哥哥 明毅 那么简单的答案 瞧让你说的 好像是天大的秘密一样 明毅 我是明毅 你这么容易就承认了 你就不怕我告发你吗 你不会的 你一个人来这里 想必已经去天牢看过了 你知道我不会把我弟弟 放在那个地方 但是至于他放在哪儿 只有我知道 你不要伤害他 你不要伤害他 那要看你肯不肯跟我配合了 你想要我怎么样 我之前让彩蝶做过什么你很清楚 所以现在我想要你做一些什么 你也应该很清楚 好 不过你要让我确认 明重眼真的在你手里 你怕 我单枪匹马的 武功又不如你 你怕什么 好 我带你去找他 你去找他 又碰见两位了 真是有缘哪 大白天还演皮影戏啊 光演皮影戏哪能赚钱哪 白天摆个皮影摊子卖点皮影 勉强胡个口 两位 上次皮影怎么样 如果好的话 再买一个 改着再买吧 我们今天还有事 买不买的 人情在吧 竟然有缘相遇啊 我送这位姑娘 一朵红花 希望你们下次逛街的时候 能照顾我生意啊 好 真的很好看 走吧 闻到香味没有 快去 去把小姐找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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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春衍呢 不管他在哪里 总之不在这里 你骗我 你不也在骗我吗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你跟那个 卖皮影的老头是认识的吗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来 这是什么 这是我大唐最新策划的防御图 你看 无论是从北 东 南 西 各路进攻 都有重兵把守 这一次 一定能把边塞打得落花流水 对 可是再精妙绝论的防御图 都会有破绽 这破绽肯定是会有 可是 不是所有人都会像爱妃这样 看见这防御图 那皇上一定要把这图收好 免得流传出去 酿成大祸 这儿机关重重 收藏的还不够好啊 不够 那爱妃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皇上 你为什么要对臣妾这么好 只要你能在战神边 朕这辈子 都没有遗憾 身为一个细作 最不该有的 就是怜悯之心 别忘了 你的全部家人 还在边塞呢 你的头发是越来越漂亮了 你来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了 每次都神不知鬼不觉的 吓我一跳 没办法 最近出的变故太多 我要是不小心谨慎一点 说不定 你再也看不到我了 你那么厉害 哪会出什么变故 那可不一定 马有尸体 人有尸足 都在所难免的 尤其是 当你身边的人出卖你的时候 就更放不胜放了 你不相信我 你这么久都没消息了 要我相信你有点难 你以为大唐的皇帝是傻子吗 每次我们都把情报送出去 过不了多久 我们全都玩完了 不过 不过我今天倒真的有收获 哦 什么收获 我看到了他们的防御图 那倒真是一个好消息 你能把它画下来吗 我只是陪皇上看了一眼 来不及记下 但是我知道这张防御图 现在在夜庭局 你有办法的 对吗 但愿这次不要成幸而来 败幸而归 不然就算我能替你担待 上面也不会替我们担待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你也越来越适合做宫女了 我做宫女不要紧 可是你千万不要庄舟梦蝶 真把自己当妃子才好 这里面那么多书和档案 守卫又那么森业 我怎样才能找到军事防御图呢 快救火呀 来人哪 救火呀 快 快 怎么回事 不知道 这么大意 赶紧把东西抬出去 快 快 快 是 如果夜庭局有军事防御图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先救厕子 而不管防御图呢 这太说不通了 难道青鸾被他们看出了端倪 还是 武座玉民风 这不是玉麒麟的父亲吗 皇上 夜庭局昨夜起火了 您知道吗 刚才回禀的时候 朕已经知道了 那您不急吗 不是说防御图放在里面吗 多亏陈妃提醒 朕已经把防御图转移了 现在就算有人想趁火打劫 也已经没有机会了 陈妃真有先见之明啊 以前有人说她是白狐报恩 朕还不信 现在看来还真有点意思 好了 今天奏折已经批完了 朕要去蓬莱殿找她 告诉她 她真是帮朕大忙了 恭送皇上 恭送皇上 参见皇上 参见娘娘 免礼 什么事 回娘娘的话 夜庭局失火 臣把所有的玉党都搬出来 意外地发现了这本一案 这一案怎么了 一案上写明 五座玉民风 玉有一女 玉麒麟 曾在三岁的时候 患有列纯 先帝念她多次有功于社稷 派玉医前往医治 虽然保住了玉姑娘的性命 可是却无法改变她 天生残缺的现实 可是现在的玉麒麟 是健全的 一案上写着 玉麒麟是隋阳帝末年所生 如今这玉麒麟 应该三十岁了 现在的玉麒麟 最多二十五岁吧 所以 现在的玉麒麟 不一定是真的 你这么一说 本宫想起 跟她初次见面的时候 参见昭仪娘娘 这是谁啊 本宫怎么没见过你呢 臣是神策营新来的将军 玉麒麟 本宫想跟这位将军单独谈谈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本宫读木兰词的时候 还以为那只是古人瞎编呢 没想到朕让我遇上一回 臣不明白娘娘的意思 你看起来像男子 可是本宫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是女子 若不承认可以验身 娘娘独具慧言 臣不敢再欺瞒娘娘 告诉本宫是什么原因 让你冒天下之大不为 女扮男装进宫当差 你知不知道 这可是杀头之罪 臣知道 臣是已故武作 玉明峰的女儿 臣只想替负深渊 查出父亲真正的死因 原来如此 虽然法理不如 但却情有可原 想不想本宫 助你一臂之力啊 嗯 本宫当时急着想找个人 帮本宫查出小公主被杀一案 只查了玉明峰的档案 知道她有个女儿 便轻信于她了 娘娘 馨儿从小跟明虫眼一起长大 她在为人 馨儿非常了解 如今 明虫眼有如此反常的举动 我相信 这一切 一定跟玉麒麟有关系 说不定 是玉麒麟挟持控制了她呢 线索越来越多 那就好办了 本宫给你们一个令牌 特许你们出宫 务必将此事查清楚 是 是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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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有加药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是你 还没死 既然知道是我 还不快上车 小姐要见你 跟我走 这边 走 怎么忽然不见了 是啊 这也太诡异了 这里是也这么开阔 除非地盾 否则不可能无意无故消失啊 脚印延伸到河边 都下水了 请 我下去看看 小姐 人已经抓来了 你想不到会有今天吧 真的没想到 可是我更没想到的是 你也有这么多秘密 这跟你都没有关系 你现在只需要说出来 明虫眼到底在哪里 我跟你说了之后 我还能活命吗 你 你打 你怎么打我 我就怎么去打我那个可爱的弟弟 你以为你这样能威胁得了我吗 我告诉你 不管你把他藏在哪里 只要你死了 他的威胁就解除了 我可以用一年 五年 十年 慢慢去找他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同党呢 就算我没有同党 我把他关在那个地方 三五天不去理他 他饿也饿死了 就算你找到他了 你杀死他的亲哥哥 按照明虫眼的个性 你觉得他还能跟你在一起吗 其实我们都是人家手底下的狗 干嘛不携手合作 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跟你合作 我想想都觉得恶心 都是边赛 跟谁比谁好多少啊 都是边赛 跟谁比谁好多少啊 你怎么知道 你这里摆成这个样子 让人家看不出来 恐怕很难吧 只是我还不知道 是谁派你们来的 目的是什么 这些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现在只需要说出 宁崇衍到底在哪里 把他给我压下去 他第一天不说 就把他的手砍下来 他第二天不说 就把他的腿也砍下来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 看在崇衍的份上 也看在大家 都为边赛有效命的份上 小姐 我累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老月头 小姐到底什么意思啊 她到底还给不给老当家的报仇了 这个小姐她也没说呀 这一年又一年的 实在拖太久了 再这么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女人哪 跟男人不一样 一旦陷入了情感 那是八头牛的拉不回来 依我看 关键就在那个叫 明冲颜的身上 那我们怎么办 难道就任由小姐这么下去 当然不行 得想办法 把小姐的心思拉回来 听你的口气 你好像已经胸有成熟了 殿下 知道明冲颜下落的 只有我们今天抓来那小子 假如我们把这小子给杀了 那小姐会不会就此一蹶不振啊 笨哪 我们就跟小姐说 明冲颜在我们手里 我们会好好对待他 直到小姐 为老当家的报仇为止 看不出来啊老鱼童 你还有这么狡猾的心思 自从老当家死了之后啊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我发誓 我一定要替他老人家报这个仇 一定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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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过去吧 是 来 吃饭了 吃饭了 你盯着我干吗 这么点怎么够我吃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是阶下球 还挑三拣四的 有的吃 你就吃吧 怎么样 发现什么了没有 这条河很奇怪啊 没有草也没有鱼 谁问你这个 我问你发现 他们的踪迹没有 没有 到底会去哪儿了呢 你看你 这么冲动就跳下水 着凉了吧 没事吧 没事 烤会儿就行了 那我去多捡点柴火来 你等一下啊 好 好 找到了 找到了 你看这儿 看 你看这里 身不见底 要是跳进去 人就活不了了 那怎么办 我们搓草绳吧 慢慢地下去 好 走 走 走 小心 我们顺着草生下去 都困难重重 接下来 居然可以徒手下去 一定还有别的机关 你看 左边长满了青苔 右边却很光滑 这边一定有什么机关 我们再找一找 好 来吧 是 这事不能告诉小姐 就说 是她自己要逃出去 我们不得已 才把她杀了 是 啊 你吓得这种毒物 十岁就不玩了 可 好 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们到底为什么 要抓眼哥哥 汐儿 有流水伤 我们去看看 来 小心 小心 站住 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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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vå 啊 行啊 呀 啊 呀 呀 船上有火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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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底怎么样 才能找到冥中炎呢 你怎么出来的 放开我 其实我跟冥中炎有什么不一样的 如果你肯好好地帮我 跟我一条心 我保证会对你比他对你更好 你无耻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没办法了 与其两败俱伤 倒不如你死我活 看来你要和我死在一起了 我死倒没关系 但可怜冥重炎 这几天没人给他送饭 就要活活地饿死了 你一定不知道饿自卫是什么吧 我告诉你 我饿过三天三夜 那是我唯一的想法 就是想把我自己的手烤来吃 出口到底在哪儿 抓紧我 千万不要放手 抓紧我 千万不要放手 走 我们找出路 走 我们找出路 参见皇后娘娘 免礼 免礼 谢娘娘 明大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娘娘 铁集园 寸眼查到 郁麒麒麟是鞭赛的细作 快 bric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